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 它要你求這三條直線 所圍成的三角形面積 好 我們看看 我們先把它畫出來 我們先看第一條 第一條的話 你把3除過來 當你x等於0的話 y就等於3 x等於0的話 y等於3 這3 當你的y等於0的話 x等於3 y等於0x等於3 所以它通過這兩點 所以這一條直線 就是x加y等於3 再來看這一條 這一條的話 當你x等於0的話 y等於5 y是5 假設在這裡 當你y等於0的話 x等於3分之5 1點多 多了 它在這裡 在傷著我 所以它通過這兩點 把這兩點連起來 這一條直線是3x x-y等於5 另外一條是y等於0 y等於0 就是水平線 那y弱標等於0 這條直線 就不少 y等於0 這一點 這條直線 x的焦點 所以它的底是多少 它的底是3-3 那我們現在來看高 高的話 要怎麼算 算這兩條直線 焦點的y座標 這兩條直線 這兩條直線 就是這兩個直線 這兩個直線 求它的焦點 y座標 這是x加y 等於3 另外這一個是3x 就是-y等於5 好 求外座標 焦點外座標 那怎麼求 這把它乘以3 乘以3 減下來 減下來的話 三個減就沒有了 3y 減掉戶外 就4y 4y等於多少 9 減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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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5 是等於4 所以這小的 y是等於1 y等於1 也就是說 這一點的y座標是1 所以這高是1 高是1 所以它三角形的面積 這等於多少 底 底是3 減掉3 5 3 這點 乘高 高是1 啊 除以2 啊 這樣等於多少 這樣的話 是2分之 3減3 5 就3分之 9減5 是4 約分2 得4 所以就是3 2 3 2 所以這題 答案是3 3 3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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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